常打女子坐在檳榔攤 低头专心包檳榔 却不时抬头张望 等到老板弟弟离开 女子赶紧打开桌下抽屉 假装鼠钱再用另外一只手 将钞票放入自己口袋 30分钟后走到水槽旁 假装要洗抹布 眼看四下无人趁机开溜 他拿一个抹布这样走 走到那边 那就丢着 丢着这样子就跑掉了 上个月6号晚上10点多 余姓女嫌犯来到卢州 这家槟榔摊应征 说是隔壁网咖老板推荐她来的 老板娘好心要她隔天来上班 没想到才来上班四个多小时 居然就把抽屉里的八千元 全部偷走 越说越无奈 其实还有其他店家 像老板娘一样受害 原来余姓女嫌犯 在九月底就曾经偷过 土城一家槟榔摊 还把老板手机也摸走 这个月再度犯案迟迟没落网 因为她连留下的资料都造假 这名贯妾扎着一头长马尾 身形瘦长年约四十岁 还有炸妻窃到前科 犯案手法都很雷同 装可怜博取店家同情 都是趁第一天上班 偷完钱就开溜 看重槟榔摊面试过程简单 不专心工作领薪水 却是偷走别人血汗钱 老板娘公布影像 要大家应征员工 别再轻易上当 记者叶伟林 徐玉姐 谭可蒙新北市报道